男人刚走出厕所 就被身后的军人一把拉住 男人满脸的不知所措 可没想到军人却突然大喊道 抓小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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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抓住他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特战旅的考核竟然会这么刺激 而苗郎为了增加考核的乐趣和难度 便立马来到派出所进行报案 称自己的箱子被人给抢走了 并且里面还有军用危险品 什么危险品 手枪 有多少发子弹 三十发子弹 两个弹架 你的持枪真难 苗郎听闻赶忙拿出身上的证件 在一番确认过后 民警赶忙将情况汇报给了上次 并且对拿走箱子的王彦斌进行诠释通缉 与此同时 王彦斌也拿到了箱子里的手枪和现金 虽然他不明白对方到底想玩什么 但王彦斌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丢掉手枪的话后果会很严重 于是只能先将他塞进裤洞 可就当王彦斌准备离开之时 箱子里却突然传来手机铃声 王彦斌满脸疑惑地打开手机 发现是一条定时发送的任务短信 上面提示如果一旦被警方待遇 就会取消进入特战旅的资格 在一番吐槽后 王彦斌还是选择继续逃跑 可这时的手机却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王彦斌赶忙打开查看 上面提示手机将在十秒后自爆 显然王彦斌是不相信这一恶作剧 杀 你真诈啊你 王彦斌怎么也没想到 特战旅的考核竟然这么变态 但不服输的他还是选择继续挺战 紧接着 王彦斌就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大街上 殊不知他的行踪已经被便衣民警所 而王彦斌也察觉到了周围的不对劲 只见他邪魅一笑 然后趁着民警不注意 一溜烟地跑进了地下通道 面对大量民警的追捕 王彦斌很快就想到了应对之策 他将脱下来的外套围在腰间 然后再戴上帅气的黑边眼镜 接着不慌不忙捡起刚刚丢下的背包 最后再记上一条性感微薄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王彦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而这时的民警也追了上来 王彦斌为了保险起见 便随机拉过来一个漂亮小妹 紧紧将她搂在怀里 而这一招也成功骗过了追捕的民警 眼看他们已经走远 王彦斌便不负责地转身离开 只留下痴情小妹在原地发呆 王彦斌快速地潮出口跑去 但却遇见另一批巡逻的民警 眼看就要被逮个正着 王彦斌灵机一动赶忙换了一副嘴脸 这招果然奏小 民警们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而王彦斌也是迅速来到大街上 然后打算乘坐出租车逃离这里 可他刚一上车 就发现眼前的出租车司机 正是街头的那个特种兵苗郎 你说你们俩到底在玩什么啊 我现在是持枪逃犯 我随时有可能会被公安当场击毙 你俩知不知道 知道 我还是就是心跳 我现在心已经被你们玩得跳不动了 一听到这话 苗郎决定在晚点更加刺激的 只见他把车停在一个不满警察的路口 接着便让王彦斌立刻下车 就当王彦斌以为逃离魔爪之时 苗郎突然一脸坏笑地叫住他 祝你好运 哎呀我这个脑子 警察 打鞋啊 此时的王彦斌成为了全警察的焦点 他能否顺利逃过追捕 啊